富邦运彩塑甲却只罚400万 中时媒体集团今天点出四大疑点 欲请金管会主委陈玉璋公司分明 不要再以无法处理煤金分离为理由 特惠富邦集团蔡宁中 也呼吁陈玉璋支持NCC公正公平 速记既往限期落日的煤金分离立法 否则应该还轨中时媒体集团一个公道 富邦并购台北银行 是多年过去还有许多疑点尚未厘清 中时媒体集团22号刊登声明 欲请金管会主委陈玉璋公司分明 法力无边的金管会 不要再以无法处理煤金分离为理由 特惠通灵红蓝绿的富邦集团蔡明忠 陈主委绝不可私交便公交 把蔡明忠的私人交情升华为公益交换 大家都知道你陈玉璋是富邦背后的 我不说门神 但是至少你一直长期在护着富邦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从台北市政府里担任秘书长的时候 富邦并北银的事件 到后来富邦的运彩的事件 那现在你要谈美金分离的话 那富邦当然不能自身事坏啊 北市府借卖北银给富邦 台北市民损失多少 蔡明忠可以 为何吴东亮台金金并张银就不可以 宽作富邦运彩 作假一案只罚400万 声明忠还点出放水富邦投资露营 包含华裔银行和厦门银行等等 还特准富邦投资媒体 包含凯博 台歌大 默默等等 蔡明忠行 为何估重量则不行投资 一传媒 忠实媒体集团 请马总统爱将 陈玉璋主委 全力支持NCC时事豪主委 来真的反媒体垄断法 并向2300万台湾人宣示 支持公正 公平 溯及既往限期落日的 媒金分离公益立法 否则 应还忠实媒体集团 一个公道